顶着低温也要上山打卡 到此一游 有的很挺 有人则是担心民众还没拍到照 先冷到 热心民众准备一大箱热乎乎肉包 打卡就送 赖庆德万里老家宛如变成观光圣地 却让在地居民不堪其扰 万里矿区居民24号发出给社会的一封信 这阵子政党媒体把他们贴上标签 扭曲矿工家庭的房子 甚至连新北市政府都说是幽灵房屋 不只是消费我们几十年的委屈 更是再一次的糟蹋我们 我们要问你们到底要把我们逼到哪里 在地里迷衡委屈 绿民带邦声援 矛头指向 新北市府 当今天你不好好地反省自己过去的失职 反倒现在出来又再贴这个万里矿区的房子 或赖庆德副总统老家叫做幽灵房屋 赖副总统各爱与周边的状况并不相同 请大家不要被混淆 对此新北市地震局特别解释 后后一强调当地居民的心声 他最知道 我对我们万里矿区民众 在2019年就把矿区的问题向中央反应 去年又在国土计划开会的时候 再度反应 就希望中央能重视矿区这样一个生活环境 能不能给他们做一个改变 但是中央到现在迟迟都没有回应 我对我们万里矿区民众感到很过意不去 因为我的选举让他们相当的恐慌 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房子也被认定为违建 也担心房子会被拆除 非常希望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能够共同合作 未来我也会协助找出一条道路 来保障矿区民众居住的权利 先前蓝衣裁平 蓝星的这处土地权状有228坪 但绿营回击室内只有约29坪 现在里头装潢曝光 台湾腔王廖英熙PO出照片 客厅已经不是当年的旧公寮原样 旧国民党立委说这装潢典雅舒适 根本就是违建的花园别墅 不只内部改变 现在还有网友发现 赖清德为老家周遭 原本街景图拍到国外特级人员 清扫中IP供器私用 没想到下两名人员都被打上重马赛克 媒体人黄阳明就批评 此地无遗三百两 自赖清德承诺将老家公益信托之后 争议持续要成功拆弹 看来不容易 第一位设计长佩宇新北枪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